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现在跌52点 还好 只跌55点 跌55点 我本来以为今天一开盘 一看应该跌什么 300点 现在只跌52点 非常好 台股昨天大跌了344点 跌了3点04个百分点 指数10977 主要因为美股了 美股昨天开盘就大跌1800点 不多久就大跌2000点 然后逐步就一直看 逐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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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回 然后拉到 我睡觉好像跌1200点 那不错啦 从2000变1200点 你算是拉回了800点 可是早上起床再一看 又是2000点 最后的收盘到穷市大跌2013点 还没看过这种现象 史上第一次 不过也不要惊讶 现在史上第一次事情一定很多了 大跌2000点一直三点 跌了7.79个百分点 指数2381 我记得高的时候到2万9 现在2万3 2385亿 NASDAQ大跌624点 跌了7.29个百分点 指数7950 S&P500大跌7.6个百分点 费成半岛大跌8.34个百分点 我常常讲 我说涨跌超过1% 就是很重了 那你现在1%已经算什么 变个零头了 现在都是7% 8%这样跌 欧股也好吧 哪里去 英国也是大跌了7.51个百分点 法国大跌了8.39个百分点 德国大跌7.89个百分点 我没有去看旗指 因为股市其实也不是那么关心 只是数字就跟大家讲一下 专家其实很多了 没有去看旗指 也没有去看盘后 台股现在看起来还好 有几种可能 一种是盘后还不错 那旗指只跌了 这是一种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国安基金下来了 政府基金下来 下来就 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了 那前一阵买股票 你现在可能都后悔了 说哎呀 早知道 晚一点买 买太早买太早 问题是有钱买买早知道 你真的不会知道 怎么会崩成这样子 就像说你怎么会知道 意大利突然这么多人 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你就想一想不到 意大利欧洲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那他就是这样了 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预知的 好 那么天气 我们看天气 今天3月10号 封面天气开始变不好 昨天晚上开始变不好 3月10号封面通过 东北积风增强 大陆冷气团南下 好几个因素 所以中部以北 东北部及东部 天气明显转良 明显转良 明天3月11号 东北积风 大陆冷气团都会影响 沿海有八到九级强阵风 而且有比较大的风浪 海上活动要注意安全 我们看温度 北北基16到19度 降雨几率90% 陶珠苗16到20度 降雨几率90% 中张头 20到23度 降雨几率70到80 云嘉南20到25度 降雨几率30到70 高平 22到30度 降雨几率30 你看北部最高温度19度 高平最高温度30度 两个世界 而且台湾这么小 我们说美国 好吧你说巴士顿 跟那个什么阿里托尼 什么佛罗里的 差很多就罢了 那么大个国家 这么小的地方 北部19度最高 南部最高30度 宜蘭18到21度 降雨距离70 花莲20到23度 台东22到36度 降雨距离60% 外岛14到27度 降雨距离10到40 国际金融市场被血洗 油价狂蟹24% 油价原来狂蟹30% 跌24% 美股重挫2013点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造成国际原油供需失衡 产油国减产协议破裂 国际油价狂蟹24% 冲击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全面重挫 稻穷崩跌2013点 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受到国际油价 闪崩10%的影响 在全球股市酿成股灾 美国股市更是重灾 去稻穷开盘以后 暴跌超过2000点 我刚讲的 最大跌点曾经来到2109 跌了2109 跌幅8.2% 另外包括稻穷工业指数 在内的美股四大指数 全面走跌 盘中跌幅一度都超过7% 触发熔断机制 停盘交易15分钟 所以美国有种熔断 就是保险是烧断的 保险是烧断 熔断 停盘15分钟 冷静冷静冷静 这次的停盘交易 是美国股市 从2008年12月金融危机以后 第一次因为熔断机制停盘 恢复交易以后 虽然有消息指出 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将增加每天现金 易住金融市场的额度 从500亿美金调高到 1500亿美金三倍 但美股依然难言颓势 最后稻穷工业指数 收在23851.02 重挫2013.76点 跌幅创下美股单日新纪律 高达7.79% 是美股11年来的单日最大跌幅 除了美股以外 欧洲股市全面下挫 各国指数跌幅都在6%以上 另外崩跌最严重的 就是国际原油价格 在需求量锐减的情况下 加上俄罗斯跟沙特拉伯 两大石油出租国的 减产共识破灭 国际油价崩跌超过10% 伦敦布兰特原油 重挫10.91美元 每桶收在34.36 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很惨 大跌10.15美元 每桶收在31.13美元 创下4年来的新低价 那当然有专家说油价还会再跌 还跌到什么时候 已经到30几块 多的时候100多 我印象 还跌还跌 那现在说31 德州了 那布兰特 北海 北海云本来就比较贵 34 有专家说会跌到20 跌到20 跌到很久以前了 当然现在 昨天我看 很多人就去买那个原大 什么什么原油 什么股啊 类似这种东西 一下子 一大早就超过60万人去 60万个订单 还60万张 然后呢 说可能会全天会破百万 我看网络这样写的 那而且都溢价1.5倍了 但是也有基金经人警告 说现在买油很麻烦 因为油你没有办法买油的 你只能买期货 那期货呢 基本上都是短期 也很少长期的 比如你现在三月买4月5月6月7月 这种期货 那当然越久越贵 而且呢 油这个东西奇怪 现在被认为是对环保不好 所以你如果买太多油 就会被人家骂 油公司也被骂 那很多原来国外的大的 这些基金呢 都手上拿了很多的 油公司的股票 现在都开始往外卖 往外卖 觉得要减低这个压力 就是道德上的 环保上的压力 你比如说烟草 对不对 你可能很赚钱啊 烟草公司 但你一般有很多人 就不投资烟草公司 不买烟草公司股票 就是这种所谓邪恶事业 这种EVO 邪恶的事业就不买 那这样的越来越多 他们现在也对大的油公司股票 也有戒心 觉得这个油就烧油了 一方面开采油 可能会破坏环境 第二你烧油不是 增加空气的暖化嘛 等等 所以呢 要碰油要很小心 这虽然最近油量很低 好 那么美股熔断 男主崩叠 态势 虽然他昨天熔断 但是熔断也没用 四大指数全面崩盘 那美国总统川普 今天紧急举行 记者会信心喊话 强调将公布重大措施 减轻新冠肺炎 带来的经济冲击 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川普大概万万没想到 到了选举总统年 11月要选了 3月突然搞这个东西 那川普说 美国政府将跟国会议员会面 讨论经济纾困措施 缓和疫情在美国蔓延造成的冲击 可能的方案包括调降薪资税 调降税了 纾困了等等 所以再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线谈 台北股市 跌了120点 跌多了 开盘其实还好 我想大概那个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想要救世的这些措施 但是现在看起来挡不住 好 那么川普说 他要宣布重大的纾困措施 而且跟国会议员要见面 讨论 你们不要杯葛我了 现在大家猜测 他到底能拿出什么方案 只有线能拿出什么方案 联总会他管不到 联总会可能会 听说会再降洗凉吧 调降薪资税 大规模经济纾困的措施 不过你现在调降薪资税 也原水就不了进火了 川普透露 他将讨论让十薪供获得援助 避免他们受疫情冲击 领不到工资 美国有不少算时薪的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8时 那这些人 他可能会领不到工资 因为疫情冲击 可能受到各种影响 美国疫情拉警报 有十个州进入紧急状况 新冠肺炎在美国持续恶化 全国和华盛顿特区在里面 已经有36个州出现病例 一共有655个人染病 26个人死亡 其中Louis Anna跟Ohio 分别出现确诊病例以后 直接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目前美国有十个州 已经进入紧急状况 我早上看这还是八个 那现在又加入 Ohio跟Louis Anna 新冠肺炎病毒扩散速度非常快 美国的防疫速度完全跟不上 除了西北部的华盛顿州 跟东部的纽约州 陆续沦陷成为疫情重灾区以外 Louis Anna跟Ohio分别 在3月9号昨天出现确诊病例 宣布紧急状况 目前紧急状况的 有华盛顿州 佛里达州 California州 Kentucky New York Maryland Utah Hawaii Oregon 全美国第十个进入紧急状况的州 美国官方统计 华盛顿州全美国疫情 最严重的地区 到现在为止有174个人染病 纽约州 142 加州138 另外美国 航太总署 NASA 位于矽谷的 艾姆斯研究中心 一名职员确诊 中心内所有职员被强制 远距办公 NASA表示 尽管他们认为 这起确诊病例 是单一事件 目前评估 艾姆斯研究中心里面 爆发群聚感染的几率不高 但是为了求慎重 还是决定强制 远距办公 美国总统说 要考虑 为受到新冠肺炎 影响的美国人民 提供紧急经济援助 包括 扩大带薪病假 及救助中小企业 跟对旅游及饭店业者 缓瞌睡金 对了 你现在这些瞌睡 人家是要命 但是你不瞌睡 不表示他赚钱 他不赚还是不赚 意大利 发全国封锁令 因为疫情失控了 大规模休克疗法 什么叫休克疗法 新冠肺炎持续重创意大利 最近24小时里面 24小时里面 确诊个案大幅增加25% 突破9000例 超过400个人死了 单日新增确诊跟死亡创新高 意大利总理孔蒂宣布 封城令从巴底大区 扩大到意大利全国 希望减缓疫情蔓延的速度 全国 全国都 都封城 新冠肺炎在意大利 越来越严重 不仅意大利国内 严重 意大利成为欧洲 武汉 我早就讲了 我才会变成欧洲的武汉 眼看 疫情在意大利会失控 意大利总理孔蒂宣布 意大利全境封锁 意大利时间周二起 民众除了因为工作健康 或紧急事件外应避免外出 同时禁止所有公众集会 以及各项体育赛事 另外各级学校关闭的时间 延长到4月3号 不过在全境封锁期间里面 大众交通工具会维持营运 那现在重伤了意大利 这个疫情 先前遭封锁的伦巴底大区 是意大利人口稠密 且最有钱的地区 有1600万人受到影响 将近意大利四分之一的人口 但是你就算封锁了 伦巴底大区 也没有办法止住疫情 近乎失控式的扩散 还有意大利陆续传出 重要人士染病 像是陆军参谋长 确定感染新冠肺炎 种种因素 让意大利总理孔蒂 做出全境封锁的决定 希望能就此让疫情 扩散的速度开始踩刹车 同时意大利还祭出 大规模休克疗法 就是透过扩大政府支出 动员所有人力跟经济资源 希望减缓新冠肺炎 对意大利带来的经济冲击 所以大规模休克疗法 透过扩大政府支出 动员所有人力跟经济资源 来遏止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月底博澳论坛延期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没有解 各国纷纷取消大情活动 博澳亚洲论坛主要网上宣布 今年年会延后举行 要引到什么时候 没有明确的说 讲不出来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会搞多久 今年博澳论坛原定 3月24号的27号举行 受疫情的影响 论坛在官网发布声明 为支持跟配合 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 秉持对参会代表的 健康跟安全负责的精神 理事会批准 决定推迟2020年会 已经主办单位 所以已经先跟 中国大陆政府协商 因为他们是主办国 而且他们认为说 疫情终将被战胜 就我们终将战胜疫情 我也相信了 最后一定战胜疫情 不止博澳论坛延后 原定3月3号跟3月5号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 跟人大也已经延后了 话句话说 当政协跟人大都延后 其他有什么不能延后呢 习近平到日本访问 也延后了嘛 不是他们开玩笑说 赏阴变成赏风 也是从春季变成秋季 疫情退烧 疫情发烧不退 不退烧 疫情不退烧 日本职棒10年来 第一次延赛 新冠病毒造成全世界运动赛事停摆 日本职棒宣布 10年来第一次延后开幕战 希望4月中能开打 南韩职棒至少延到4月初才会开打 日本足球联盟赛 继续观察两个星期 法国足球的甲级联赛 规定最多只能容许 1000球迷进场 不能运气太多 不能上万 只能1000 日本职棒在72场热身赛闭门比赛以后 9号再跟专家开会 决定原本3月20号的开幕战延期 这是日本职棒从2011年 东京大地战以后 第一次延值开幕 当时改到4月12号 今年的目标也是在4月中以前能够开幕 希望各队143场的例行赛 都能让观众进场 不要闭门比赛 我是赵少康 我和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真抗跌 台股现在只跌64点了 多厉害 人家跌了2000点 我们只跌64点了 真的是很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奇怪 南韩也跌很少 南韩现在跌0.05个百分点 几乎没跌 上海大跌3% 上海股市大跌3% 深圳股市大跌4% 菲律宾现在跌了6% 泰国跌将近8% 印尼跌6% 印度跌5% 所以看起来台股真的是 台跟韩 这两个兄弟 跌的最少 日本他们不希望观众在网路上看球 他们希望就到现场来看 是 网路上看球没有门票收入 那你这个球队怎么办 他们不希望闭门比赛 有143场例行赛 不过明星赛还是季后赛都可能取消或缩短 奥运期间也考虑不停赛 为了赶进度 南韩职棒在三个礼拜宣布 延后一个星期到4月4号开打 但3月23号要再讨论 是不是要延长或是闭门 韩国职棒也一样 一季有144场比赛 也要全部打完 那么他们最只要在11月中打完 因为奥运年季中要停赛 所以他们也会跟日本职棒一样 有时候会一日两战来消化场次 打两场算了 从2月20号开场 开踢了 只踢了两轮就停赛 日本职业足球阶联盟 原来计划3月18号恢复比赛 继续延后到4月3号 但是联盟还是希望不要闭门比赛 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盟之一的 法国甲籍联赛 法国甲联 由法国体育部宣布 即日起到4月15号都闭门比赛 或是最多允许1000名观众进场 就是说上一季 上一季 法国甲籍职赛 有20支球队 平均每场观众是22799人 现在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体育部长跟球员工会 都希望直接停赛 但是部分比赛还是继续进行 只是不让球迷进场 所以你看就有几种状况 一种是不能进来了 球迷不能进来 我们就其实没有观众没有球迷 打起来踢起来大概也少了很多乐趣 没有人摇起拿喊加油等等 你踢给谁看 好像练习赛一样 所以有的就希望 像日本那个韩国就希望说不要停 还是让观众进场 但是欧洲你看 基本上要不然就是限制观众最多1000人 要不然就是停止进场 我奥运女子拳击一天拿三张门票 还不错 奥运女子拳球赛资格延期又改地方 我们派出五个选手 结果取得三张门票 加上前一天的陈念琴 所以拳击队就有四个选手可以前进东京 目前中华队已经在九种不同运动 取得31席的奥运门票 不是说你要去就去 它一定是有很多预赛 最后挑出来有资格到奥运 否则的话会多少人参加 降雨超过60毫米 十门水库稍微好一点 负面通过十门水库积水区降雨 雨量观察站 观察到8点时候累积到60毫米以上 所以基本上对于水情是有帮助的 这个时候就是期待下雨 而且要下队地方 油价 油价崩 那油价为什么崩 这个就是乌热 乌漏偏方连夜雨 本来就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大家就已经很紧张了 结果呢 俄罗斯跟沙尔地阿拉伯 为了原油价格开战 那边 天下是 你很难猜到 很难想象 怎么回事 那因为呢 他们原来就有一个减产 你现在这样想 就是原油 这边的原油从地上挖源 跟那个夜盐油在对抗 美国有很多夜盐油 以前美国是不开采的 一方面可能国防的流 一方面就资源 我现在用你的油 用完最后我读吧 还有就是价格 据他们估计的 就夜盐油要50块 才够成本 就油价呢 如果低于50块 就划不来 那美国的这些夜盐油业者 也很有弹性 低于50块就不生产 工人就都回家吃 吃自己 高于50块 有赚才生产 那你知道这个很多东西 比如说钻石 哇 钻石横久远 钻石好漂亮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两年钻石叠价 听说叨跌30% 那买钻石 当然你如果说是什么 订婚结婚送个戒指 那也不算价钱 就是一个纪念 一个礼物 或是一个仪式的需要 如果你是投资 因为你如果说你是因为结婚 什么生日 送个礼 不会卖 而且不好卖 结婚戒指不好卖 因为谁要买 你为什么把结婚戒指卖了 就是离婚 就bad luck 不好运 兆头不好 我干嘛去结婚 去买一个你离婚的戒指 我是赵少康 回你回到赵少康 这里现场 特别公司点59点 我在看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指数 很有意思 韩国还涨了现在 韩国刚刚跌一点点 现在涨0.34个百分点 台股是跌0.53个百分点 上海也都回来了 上海现在只跌0.82 刚我看是跌3 现在跌0.82 跌0.82 跌不多 深圳跌重一点 不过上海看起来还好 台股今天最重成绩跌了130 那么现在跌幅收敛 没有跌那么多 好 那么油了 因为呢 沙特拉伯 四月要增产 所以他们本来跟俄罗斯 这有协议的 就是说大家都减产 但是呢 俄罗斯现在 协议协要到了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继续减产 那俄罗斯呢 好像就不愿意 俄罗斯不愿意 当然俄罗斯有他自己的打算 俄罗斯经济也不好 那俄罗斯认为说呢 这个你这个时候 如果提高油价 就会让美国的页岩油业者呢 他也会生产嘛 所以这东西就有个麻烦 太低 我们赚钱少了 太高 页岩油也下来 下来竞争 所以呢俄国就不管 俄国呢就 我不给你减产了 那这一讲以后呢 沙特拉伯就生气了 说好 那么来拼 这就是跟小孩打架一样 四月要增产 而且我大降价 所以呢 昨天国际油价呢 盘中跌超过30% 创下1991年 波湾战争以来最大跌幅 波斯湾战争 大概还没影响 那一方面 新冠肺炎 已经投资人很紧张了 这是又来了油价 那油价低不好吗 从某角度看 不是油价高也不好 低也不好 他这个市场就希望稳定 你不要忽高忽低 而且呢这个石油啊 这些相关产品啊 他这个在股市的权重里面 也赚一定的比例了 你现在乱整一通 忽高忽低 就全部就 就不稳定了 变成这样 所以呢油价变成一只黑天鹅 但没想到油价变成黑天鹅 那当然大家就问说 会跌到什么地步 说有可能跌到20吧 这样讲 他们原来啦 石油输出国家 OPEC 现在又加了一个俄国 每天减产 210万桶 3月底就起满了 沙烏地阿拉伯说 能不能延长到今年年底 而且呢 4到6月呢 每天再多减产150万桶 现在是每天减产210万桶 再多减150万桶 就变成360万桶 这俄国不愿意 OPEC同意了 但是俄国不愿意 就是中东这些输出国家 先讨论 他们先讨论 好谈嘛 大家都是兄弟嘛 信同样的教嘛 厉害与共嘛 谈好了 那就跟俄罗斯谈 俄罗斯说呢 俄罗斯的财政 对抗低油价 比中东你们这些国家强 你看哦 他这个彼此的 既联合又竞争 就俄国跟中东这些 油国联合 去对抗美国的业言有 但是俄国跟中东这些油国也竞争 所以这个情况就这样 我比你们好 我比你们财政最好 你们什么 所以呢 我低油价我可以撑啊 你们搞不好就垮了 我一方面要低油价 击垮美国的业言有 我方面一方面要低油价 击垮你们 其实就这样 双重击垮 其实这个意思 那沙尔地阿拉伯 从下个月开始呢 原油产量会调高到突破 每天一千万桶以上 残 生 生产 反正在地底下挖 奇怪 总有挖完的一天 不过他们大概想出 以后呢 搞不好就太阳能啊 什么风电啊 等等等等 核电啊 等等啊 甚至以后的核融核啊等等 这个油啊 搞不好将来不值钱 现在能够卖就现在卖 能赚就现在赚 不想那个什么 永远的事情 什么叫永远 尤其对现在执政者来讲 他管他以后啊 他在他任内能够 卖油爽 财政受制好 他就好了 他管什么以后 以后不是他 好吧 所以萨利亚伯呢 就要调高到 每日一千万桶以上 俄国呢 四月开始呢 自由生产 政府也不限制了 爱产多少产多少 你们这些厂商 自己去决定 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为什么 而且呢 问题是 全国需求现在又降低 假如说我需求 需要 你们这些生产者 在那边打了打去的罢 需求就减少了 当然有专家是说了 如果将来油价崩到二十几块 俄罗斯可能也会妥协了 二十块太低了 对他来讲 那如果还维持在四十多块 他就可以给你干 所以你说价钱不重要 不重要 还是重要了 说百货跟夜市的业绩掉二到五成 经济不估计三月四会 三月四月最严重 商圈夜市传透市场 营业额衰退三到五成 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衰退三成 营业额减少两成 不过呢 因为线上消费多了 所以呢 现在线上购物比平常多一些 中大餐饮业的中大型业者呢 营业额衰退三成 小型业者一到两成 会展产业就是会议的展览 因为活动取消延期 预估前年营收损失三成 我观察好像也是这样 越大的 五星级饭店等等了 反而少得比较多 小店少得比较少 年轻人的店呢 好像没什么少 或是你看不出来少 所以看不出来少是说 本来也许你要排一个钟头 你现在可能不用排队了 或是排二十分钟 类似这样 我竟然开车经过鼎泰峰 新一店跟他的新店 门口还是很多人 很多觉得奇怪 观光客不来了 怎么还很多人 所以观光不是限制吗 很多国家吗 他看很多人 我只想是不是台湾客 本地客觉得平常 看那些观光客吃不到 麻烦 现在没有观光客 我来吧 是不是因此 补了这个观光客的位置 还是很多人 我看 下午两三点 还在那边排队 所以就看什么店 越大店好像越惨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谁呢 现在在北股市 现在跌74点 中国时报今天头版 头位联合报的A3版 登的都是 华航跟东航共同直飞 今天明天再回 大概470个台湾人 剩下600个再说吧 不过我想如果有这两个包 其实真的再回来的话呢 接下来应该就 就是原理办理嘛 只要办得还顺的话 两个武汉包机先后回台湾 先后到台湾 那怎么个先后法呢 现在是说 一个是我刚刚听中广新闻 一个是晚上 一个是凌晨了 华航 现在台湾会载 两批检疫人员飞到武汉 然后呢 说这个飞机会载 235个台包回台 接着呢 几个小时以后 东方航空起飞 也在235个台包回台 一共470 怎么决定的 指挥中心先前提供了 121个名单 还有老弱妇孺啦 要上学的啦 这些小孩不是学习给蔡英文吗 我们要读书 我们要读书 哎呦 真用功 我小时候没这样 讲实话 能够放假多好 管他在哪里 你不读书多好 不过当然 可能在那边无聊了 也没有朋友 什么 上回来了 那也可能是大人 叫他写的啦 都有可能啦 我觉得总是好事啦 当地的台湾人 在微信群组里面都表示了嘛 说接到台办电话通知 10号要前往武汉机场集合 因为你第一批247个人已经回来了嘛 那有一个有问题 说发烧 那到后来没告诉我们 他到底怎样 都严重 有没有发病 都不知道 好像就无声无喜了 然后剩下的 不知道隔离吗 好像也还好 也没有看到里面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群台商 抵抗力蛮强的 我觉得抵抗力蛮强 真的搞那么久 一个半月啦 也没染病 所以抵抗力还不错 那之前 其实最早是我提出来了 就是一般华航 一般东航 或是一大陆 一般大陆的航空公司 记得吗 因为大家要争 第一批东航过来 其实我们算是让步的 对不对 否则你怎么过来 我们算让步 但一定是民进党 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像那个什么小民一样 不可以啊 等等一大堆 台湾也怕的呢 医护人员还联署啊 什么不让他们来啊 等等 政府一定很大压力 他中间就挑毛病 你这个名单怎么来的啊 然后呢 怎么有一个发烧的啊 等等 那各国 你比如说像那个 钻石公主 各国包机救回去 很多都在 原来检验也没有 后来发的 那是怎么办呢 当然当时也没有可能 原来发烧 吃了退烧药 装不烧 也有可能啊 那怎么查呢 你说他会故意搞一个 生病给你上飞机 怎么可能嘛 你想怎么可能啊 干嘛要干这种事情嘛 但是就是 就是当你啊 真的人 人跟人之间 当你没有互信的时候 对方做什么事 你都怀疑他 当有互信的时候 他就算做的事啊 你不爽啊 你也就算 就现在两岸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讲 我说那就 各派一班嘛 一班去一班回来 一班去一班回来嘛 对上次东航 这就是华航先去啊 那东航再来 华航再去啊 东航再来 这不是解决问题吗 我们任何事情 都要想出 怎么解决问题 你不是制造问题 你如果我制造问题 我可以找一百个方法 制造问题 因为我解决问题 我也可以找出 一百个方法解决问题 两岸之间也是这样 要制造问题太容易了 要解决问题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总可以找到方法 只要大家都想解决问题 就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都不想解决问题 当然不必解决问题 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有一方解决问题 一方不想解决问题 也很困难 两方都觉得 应该解决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 尤其这些一千两百个台胞 我们的人 是我们的人 平安心说他在乎 你摆那边就摆那边 他哪那么care 他哪那么在乎 随便你 我们在乎才对 这是我们的人 你不能说 他不是我们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人 他到哪里都是我们的人 烧成灰也是我们的人 你说你不管他 不过总算不错了 我觉得 世下一顶有 透过各种管道 台商协会在那边协商 我觉得这样很好 华航去 东方航空过来 各在 你看人数都确定 各在 一定的人数 235个 所以加起来470 那当然了 这中间会不会有人发烧什么 谁也不敢讲了 最好没有了 他们说两天以前 都已经在 在做这个确诊 在确诊 在测量 等等等等 好事 我觉得两岸也许是个起点 以后可以协商解决很多的问题 而且看起来共产党 未来也不会对国民党特别好吧 国民党选了个新主席 江启臣 共产党连贺电都没有 以前都立刻有贺电 这是连贺电都没有 那这个当然分成三种可能 第一种对台湾 我根本不把台湾看成什么问题 看多重要的地方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对国民党 国民党也就是这样 你四年以后 如果取不了政权 我会跟你联络什么 你就是一个在野党 第三个是江启臣 就对江启臣本人 共产党也许搞不清楚 也许不信任 也许对他的主张不满意 江启臣呢 昨天就任了 通篇也没提九二共识 马英九在他后面致辞 还重申九二共识的重要 九二共识马英九的宝贝 所以呢马英九很重视九二共识 但是呢 显然江启臣是不想跟你扯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以后的国民党 在江启臣或是以后 可能慢慢就倾向台湾国民党 名字不一定会改 但基本上就倾向台湾国民党 对不对 难说 就要看他将来的主张 那两岸本来是国民党的强项 但是呢 这次选举显然看得出来呢 变成国民党的弱项 也就是民党因势力道 把他变成民进党的强项 一方面是习近平的讲话 这个一国两制 一方面是香港的反送中 倒过来 那再加上国民党又没有强力的论述 那你将来怎么办 尤其对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对道路也没感情 甚至把他当成一个竞争者 甚至当成一个威胁者 年轻人越来越多 每年多个二十万 每年多个二十万 每年多二十万 加拿投票年龄还要降到十八岁 他再多四十万 十八十九岁的 所以国民党未来的 的这个环境处境是很艰苦的 那原来两岸是国民党的强项 共产党还给你国民党一些甜头 让利嘛 等等之类 将来也不见得会了 因为他觉得你国民党也没什么差别了嘛 对国民党来讲 他要在台湾选举 台湾生存 他必须把台湾的利益 当成最大的利益 跟共产党做朋友 友好都没问题 但是你不要忘本 你的最大利益还是在台湾 你重要的支持者 还是你台湾的选民 掌握这个原则其实就好了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